美国众议院下属的能源和商业委员会,投票通过了一项议案,要求中国字节跳动在议案通过后165天内,剥离与TikTok相关的业务。直白地说,就是美国国会对TikTok开启了新一轮绞杀和勉强行动。 早在四年前,美国特朗普时期,就曾经要求字节将TikTok强行卖给微软,否则要将TikTok彻底封禁。当时字节公司先后因美国要求进行数十次整改,能妥协的都妥协了,最后依旧被逼到要卖公司,还要提供国内抖音算法的地步。 最后是国家出手,以信息关乎国家安全的名义,以国家禁售的形式,帮字节抗住了特朗普政府的压力。 过去四年,拜登上台,又到新的一个总统大选年,这四年里,美国国会对TikTok的审查会议经常召开,TikTok的CEO周受资跑国会应对听证会,比公司决策的时间都多,每一次周受资都仿佛一个被刑讯逼供的受其包。 被各路美国议员问各种失智问题,今年拜登对决特朗普进行总统大选的格局已定,于是又到了新的现任总统要清除TikTok威胁的时期,就在美国众议院对封禁或剥离TikTok法案进行投票之前,拜登总统的白宫发言人就表示,总统希望众议院通过该议案,以便让议案能够尽快通过国会两院到他手里,他会立马签字生效。 有了总统背书,国会两院共识,TikTok意识到这次凶多吉少,于是在所有人猜测他会如何妥协,让众议院推迟投票的时候,TikTok选择了前所未有的印钢。 就在众议院议院投票之前,所有美国TikTok用户都收到一条弹窗信息,翻译过来的含义是,国会即将关停封禁TikTok软件。 你的言论自由和大量就业岗位被侵害,你应该给国会打电话,展现真实名义。 用户只要点击弹窗,页面就会弹出众议院将表决封进TikTok的消息。 页面最下方有一个鲜艳的红色按钮,仿佛催促着热血沸腾的网友,尽快打电话到国会,表达真实诉求。 于是没有经历过骚扰电话,狂轰滥炸洗礼的美国众议院议员们,办公室电话都被持续打爆,想要获得清静,只能拔掉电话线,才能获得意识安宁。 但是国会的其他电话又被持续打爆,美国众议员们指责TikTok煽动民众,对国会电话轰炸,是在操纵民意,威胁国会投票。 TikTok却公开发文回对,倾听选民心声,不是议员们的工作吗?TikTok这次用全民弹窗电话轰炸的方式,确实有一些充分发动群众斗争的味道。 虽然民众们持续电话轰炸,也没改变众议员们的投票结果,但是这次全民表达不干涉TikTok民意的操作,意义重大。 第一大意义是,TikTok虽然拥有美国1.7亿用户,占美国人口一半,而且在优秀算法推动下,美国用户刷视频时长明显增高。 可实际上TikTok对用户的引导和权益维护缺乏组织,这次TikTok通过全民弹窗,号召民众电话表达民意的操作,展现了TikTok用户的忠诚,以及对民众的组织能力,有了强大组织。 第二大意义是,TikTok将国会对民营企业的迫害,血淋淋地展现在美国一半人口面前,突破了美国言论自由,公民选择权不受侵犯的谎言,最终美国民众的电话轰炸,并没有改变众议院能源与商议委员会的投票结果。 该委员会以50比0的悬殊投票结果,认定TikTok要么从字节跳动脱离,要么在美国被封禁。 大量民众将美国国会电话打抱表达的真实民意,是希望TikTok正常运营,国会魔爪滚开,结果却没有换来任何一票支持真实民意。 这是对美国民主、美国言论自由的莫大讽刺,支持TikTok的美国网民,尤其是年轻网民多达1.7亿人,是美国人口的一半,而且绝大多数是有投票权的选民。 按照这个比例,TikTok用户选出的国会议员,应该超过总数的一半。 但凡美国民主以及国会议员们,尊重的是美国民众的真实民意,都应该给TikTok开绿灯,而不是绞杀致死。 这次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50比0的投票结果,证明美国民众的诉求就是全废,背后金主的要求,才是议员们投票的盛制。 美国国会对TikTok的风景与强买强卖,持续了五六年时间,幕后推动的最大金主,就是脸书的扎克伯格。 虽然美国也有其他短视频平台和社交软件,可是这些平台和软件,都依附于各自的强大生态,并不是所在集团的核心板块。 比如美国最大短视频平台油管的背后就是谷歌,而推特被马斯克收购后,相比较特斯拉和卫星火箭公司,也不是马斯克的生态核心。 在美国科技巨头里,唯有扎克伯格的脸书,是以网络社交构筑起的庞大帝国。 可是TikTok快速崛起后,侵占了大量用户娱乐和社交的市场,受伤最重的就是脸书的越货用户出现暴跌,因为脸书在TikTok强大的算法面前,根本招架不住。 所以TikTok在美国的快速崛起,与其他平台只是利润和市场份额的竞争,和脸书却是你死我活的核心之战。 明白了脸书被TikTok碾压淘汰的处境,就能明白最初国会听证会询问美国各大科技大佬,TikTok与中国互联网应用,有没有对美国构成国家威胁的时候,其他大厂都做了否定回答。 唯有扎克伯格,不仅无中生有攻击中国互联网企业,而且上蹿下跳,运作让TikTok要么卖,要么封禁。 除了扎克伯格是与TikTok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,美国两党议员们六年来围猎和追杀TikTok,在中国威胁论的表象之下,藏着两党各自的诉求,TikTok在美国怀避弃罪的原因,不是他被中国控制损害美国国家安全, 恰恰因为他在中美之间太中立,不受美国政府控制,成为美国推行全球舆论和价值观霸权的一个漏洞。 所以在TikTok崛起之后,相比较民主党主张风景,共和党的主张则是强满,然后成为对抗民主党舆论霸权的新武器。 正因为民主党与共和党对TikTok有不同企图,我们才看到过去六年,美国利用国家安全的借口,对TikTok进行一轮门抢买或者绞杀的闹剧。 TikTok下一步能否从国会围杀中逃过一劫?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利用好民主党与共和党,围绕TikTok的诉求差异。 比如这次拜登政府支持国会,强买或封禁TikTok的议案,特朗普就跳出来公开反对,他直接捅破窗户纸,封禁或强卖TikTok。 真正受益的只有脸书,他会肆无忌惮操纵舆论,左右选举,当然我们要认识到,即便特朗普重新上台,对TikTok只会是切换方式的巧取豪夺,TikTok在获取全球年轻人年性上越出色,美国政府就越要将它抓在手中。 所以利用两党矛盾,只是拖慢美国封禁节奏,以时间换空间,就是拖着美国政府几年后才对TikTok下厮守。 那时候一方面TikTok美国用户占比,可能从现在的50%增长到80%,封禁的民意反弹会更巨大。 另一方面即便是TikTok坚守底线,在美国政府的强卖中,退出美国市场, 这几年也要在全球发展出庞大的市场基数,替代美国市场的损失。 当抖音和发展中国家的TikTok,继续吸引全球年轻人,继续给发展中国家客户带来商机,最终反而会逼着美国民众翻墙求完TikTok。 美国两党政府已经展现了,对TikTok要么绞杀要么收编的狼子野心,TikTok这次硬钢回击,我对效果并不看好。 我倒认为时间换取空间,先被逼从城市撤军。